陳志涵在受訪的時候 被提到蔡壁如的說法 他說蔡壁如說的戰狼是誰 我也要釐清啊 蔡壁如顧問傳出來的說法 臺中市的顧問蔡顧問 對黨的指教意見 訪問談到的事情 有點違背了因果關係了 他沒有辦法參加民眾黨 高層的黨務工作 是因為他在擔任 臺中市顧問的工作 我個人有沒有要投入選舉 主席所交付給我的任務 我都是全力以赴 棒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當然 我覺得他當然心裡不是智慧 他畢竟是比較後來 進入民眾黨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他的影響力 對柯文哲來講 現在變成不可或缺 現在大家講到他 就是他跟黃珊珊 那講到黃珊珊 為什麼很多人覺得不以為難 因為你們 其實就是那時候破壞藍白河 讓賴清德獲得40%選票 就可以當選總統 然後在這邊耀武揚威 這個就是影響到整個台灣社會 影響到整個中華民國的前途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有點戰犯性質了 柯文哲那時候他明明是他自己背信 那是非常清楚的 很多人都還誤會說 那時候國民黨還有馬航九都怎麼樣 馬航九是柯文哲找來的 大家都沒有搞清楚 是柯文哲要求馬航九來做見證人 不是國民黨說讓馬航九做見證人 不是嘛 那馬航九很公正的去做見證人 而柯文哲覺得不利嘛 那柯文哲那時候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背景呢 因為他相信了他自己看到那些民調嘛 他贏侯友誼太多了 所以他那時候主動要跟國民黨合 他誇下了海狗是 即使我贏你3%都算你贏 就好像我跟館長挑戰 我會打得夠他 我說我讓你三千啊 對不對 不怕你嘛 我贏你太多了嘛 那柯文哲那時候就是用這種氣魄啦 或者這種行徑 他來挑戰國民黨 然後要馬航九做見證嘛 那我們那時候知道了九份民調出來以後 柯文哲發現不利了 他季節接受了嘛 那他那時候臉是有羞愧的 可是回去兩個人跟他做心理建設 黃珊珊跟陳志漢 他們的心理建設以後 柯文哲變成理歪氣壯 他出來認為說是國民黨騙了他 這個藍白河那時候的情況是 柯文哲前程主導 可是最後主導以後發現 對他是不利的 那他還回了嘛 他背信了嘛 那有人跟他壯膽 他覺得對他們講的對 是國民黨在騙我 是國民黨對不起我 他現在就變成擺出一個這樣嘴 那自己明明心裡有愧 那有人給他打氣 他現在變成少不了這兩個人 因為柯文哲大家知道他是超級媽寶嘛 過去柯媽媽 然後過去那個 那個陳佩琪 這些人都給他一些言論 然後認為他做的什麼事情都是對的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現在柯文哲的情況 他就是現在自己的親信 過去老同學50年他都會認為看錯人 那這些人跟你也不過幾年 對不對 他不認為他看錯 因為這些人可以給他壯膽 那我覺得說 當然陳志安 他現在當然面臨很大的壓力 因為現在黨內很多人 也針對他們夫妻嘛 說你們薪水也那麼多 然後你們做了這些事情 那當然最主要的 就是藍白河那時候沒有成功 我們記得大概一個月前 我們節目的來賓黃靖平 他講說柯文哲現在後悔 藍白河沒有 他如果那時候和 我現在跟國民黨 只是在討論誰當院長 誰當部長 就審視很多 而且台灣也不會像現在 很多事情亂轟轟對不對 柯文哲並沒有為黃靖平的講法 一個月來沒有出來 否認說沒有這回事 沒有 表示這個事情為真 而且他也默認了 的確內心有這個想法 那你既然有這個想法 你就知道 當初是誰害你嘛 你既然把這個事情攤開的話 很多人現在對於陳志函 跟黃珊珊的氣氛 還是停留在 那時候的藍白河 為什麼不合 那現在變成很多情況 就變成很難收拾 譬如說 整個立法院 立法院八個會期 現在才經過一個會期 第一個會期 國民黨 幾乎完全都在 體現民進 民眾黨的主張啊 所有所謂的國會 扣錢案 這些都是民進黨的 民眾黨的訴求啊 那現在被民進黨 用大法官 用各種方式去打 你當然 有些事情就變成 大家都很氣啊 連大法官都變成這樣 然後 所有的單位 所有的名嘴 還有那些電視 就像 都在罵國民黨跟民眾黨 那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如果你那時候 拿到振錢的話 情況就不是這樣了嘛 所以我們看到 蔡壁如 其實她講這個 真的是以重心腸 因為她到台中 給她最大的溫暖 是國民黨的盧秀燕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時候 國民黨有多少人 去她站台 我們節目的來賓 你說淑慧啦 誰誰每個人都下去 都特地跑下去 幫她站台 說蔡壁如有多好 對不對 所以她感受 就是一個溫暖嘛 那真正 那時候 國民黨即使 在你背棄了 你們民眾黨背棄了 藍白盒 他們對蔡壁如 並沒有說 我們就趁機來 露井下石或怎麼樣 也沒有 所以可以看到了 是誰真正希望 在野勢力大團結 有個藍白盒 來制裁 或者來對抗 無理的民進黨 所以我們現在看 台灣很多問題 就這樣的浮現 那今天 柯文哲碰到了 這個假葬案 他其實自己覺得很狼狽 可是他自己講話 又要很大聲 這是他一向的風格 那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 柯文哲說他自己 要開記者或要幹嘛 這些其實也都無跡於事 但是拆壁如的話 他要盯進去 這不是壁東政治 而是 拆壁如他本來就是 在台大醫院當一個護理師 那 他跟著柯文哲 每天在那邊救人 他其實 那時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我們每天 在急診室救了這麼多人 那這個事情 其實對一個 護理人員來講 他覺得這也是個很大的榮耀 救命嘛 救人嘛 可是後來因為柯文哲要重證 他就跟柯文哲去重證 那他的人生之路已經不一樣了 過去他在醫院 他不必經歷這些 耳以我詐 他就護理長帶了 整個醫院 整個急救中心的這些人 然後柯文哲是老大 他可以講是老二 然後大家就互相 來做拯救 人生命的事情 這個是何其的有意義啊 可是到了台北市政府你看 做很多事情 然後就很多勢力就進來了 就他就慢慢被排擠 排擠又到立法院 然後因為 論文抄襲 他就離開了柯文哲的政治核心 掩放邊垂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從拆壁如離開以後 民眾黨變成怎麼樣的黨 民眾黨變成很多事情 意義孤行 然後每天自己解釋自己是對的 錯了都是北人 是端木正是李文忠 自己都不會錯 他現在已經變成這樣了 那你這樣的話 對很多小草來講 他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們對阿伯是有期待的 但是你看他最近一些講話 他不裝 我跟我太太都當醫生 我們也不用裝窮 你們嫌幾錢 你們是天天喊窮嗎 哭窮 哭窮每天哭窮 然後還要去唱歌 一張票八千八百塊 要小草來買票 那你現在疑心何忍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說 我也不要假裝窮 你那時候就是一直裝窮啊 那很多人覺得說柯文哲是代表 藍綠雙方一個第三勢力 應該是有期待的 那他現在的期待 很多人是破滅啊 很多小草絕對看不下去 那其實現在 主力在攻打柯文哲 其實主要還是他過去的那些救贖嘛 那些救贖我相信很多人也像蔡碧如一樣被鬥倒 或者就離開了 但他們呢 他們出來講的話 當然他的殺傷力比較強 因為畢竟是你過去貼心的人嘛 那柯文哲現在碰到的情況就是 他到現在還不肯去認錯 他還認為都是別人 然後也沒什麼 蔡碧如在上個禮拜 柯文哲到台中的時候 那他找機會跟柯文哲講 他一上車柯文哲跟他講 沒事啦 我們就是賬算錯了 就賬算錯 那時候柯文哲還認為就是賬算錯了 現在不是嘛 現在你衍生出來的事情 他已經不只是賬 而是阿伯這個人 根本不值得信任嘛 你講的那一套 只是在欺騙小草 讓小草來挺你 然後把自己講的 操守多麼好 然後自己多麼的窮 台灣多麼需要他這樣的力量 那你看到了這樣的話 經過政治這麼久 大家會慢慢的認清嘛 原來我們過去投射這個人 應該是一個錯誤 他不是他講的這樣啊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柯文哲 除了木可 除了智瑤這些公司裡面 你就是 自己要弄個小金庫嘛 這個也很清楚 那把這些東西 零零種種 弄起來的話 其實柯文哲比藍綠更不堪啊 垃圾不是只有藍綠耶 現在白影也介入了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他現在最大的衝擊就是 他到這種地步的時候 那他旁邊還是這些人 這些人每天跟他心裡見識 那他就偏聽嘛 他認為說我是對的 是那些人欺負我 是名嘴在罵我 那些都是 等於說都是惡意的 都不是正確的 柯文哲2014年前幾 所有電視節目 所有那些評論 百分之九十幾都是挺柯文哲的 然後都在羞辱連勝文 在糟蹋 在用謊話 醜話假的東西 在修理連勝文 柯文哲那時候是獲利者 你為什麼不講 那時候政論節目名嘴 都亂講 那時候確實是亂講啊 你們陣營怎麼去羞辱連勝文 說連勝文在你競年總部裝確定器 那是假的啊 那到現在十年 你柯文哲有道歉嗎 沒有啊 他還是那個 反而我們看到連勝文的氣度 連勝文前天記者讀著他 他說我沒有 沒有興趣去評論 只要他合法就好 就是說我不要再去 再去講你這個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氣度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他自己 在整個假障礙裡面 他負最大責任 那他現在 敵死不要 因為 黨主席繼續幹 黃珊珊立委繼續幹 他們這些人 可以講 把持黨內所有的 好的位置 然後 今天蔡壁如他的心痛 就在這裡了 好不容易 那時候聽信你 說你要 創造一個像蔣餵水一樣的台灣民眾黨 那我們大家 就是 拋棄一切 跟你投入了 這個創黨成為台灣第三勢力 用來結智兩大黨的 這股政治力量 可是現在怎麼會弄成這樣呢 所以壁東政治其實有無限的感慨 那蔡壁如當然他是一個 內鬥被鬥出 民眾黨之外的 但是他也沒有 我覺得他也沒有 特別的那種感覺啦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就覺得 我在台中我自己在打出一片天 我如果七一選舉 能夠選上立委的話 那這個江山 不是不溫區嘛 我可以自己來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民眾黨現在對於他 其實也 反正你已經被踢到外面了 這可以講說 他是柯文哲的救愛 可是現在被兩個新歡期待 兩個新歡 柯文哲對他們言聽俱從 那這個黨還要怎麼救 我覺得這就是 蔡壁如直接的無奈的地方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我沒有太多了 我們來做一個很早的 我們去做個很小的 我們來做個很好的 我們來做個很輕鬆的 我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來做個很簡單的